商業的官司本來拖的時間就很長 因為大家都常看到 有時候打了之後還好幾年 好幾年完之後可能才會罰錢 所以說短期間而言 我相信是一個短線的利空 但是以中長期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前陣子有聽到一則訊息 就是說友達已經跟宏達店已經合作 開發這個MLL的一個商品 當然MLL的一個商品在於量力還不高 甚至於切割的部分都還是在小尺寸 所以說以這種未來性的過程當中 當然是又有新的商品的一個替換 有它的一個未來性 但是整體大家都聽過 這些面板五虎 從五虎到三虎到兩虎 都想要轉過 沒有一次有一次 所以說有時候雷聲大雨點小 但真的它股價就是跌升 有機會反彈 但我們不否認 是不是未來產業面有一些變化 因為了解到一件事情 先反彈才有回升的機會 不要看那麼快 但是反彈之後能不能夠整理 維持相對的股價技術的層面 甚至於營收慣起來 那我相信老虎 甚至於大象都有機會 再跳舞一次給你看 好 這是在整個面板族群的部分 過去我們定義三DES 或者是雙D這樣一個題材 雙D呢 如果讓你想到歷經的話 今天不禁又看到說 剩下零點多塊錢的跌 還能夠變成是綠掉的一片 叫做跌停板 哇 擔心這壓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那麼直接想像到的 這個面板族群的部分 我們無心把第一任投射到 整個面板族群身上 可是呢 我們想要聽聽看在副總的觀察 從一個投資策略角度來看的話 您是屬於怎麼樣的一個投資人 投資朋友 那麼當然這裡頭的話 有的是沒賺錢的公司沒辦法 那你的重點怎麼告訴大家 我想從這個財報來看的話 當然是他已經連續了好幾季的 這樣的一個虧損 而且這個金額都相當是大 那我想其實面板 其實跟D-Rain 有點類似的一個這種情形 這個是我個人比較擔心的 因為其實他也是 我們所說的來講 就是說標準化的規格產品 他有供過於求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面板的他加他目前 你說這個為什麼之前有打擊 美會跌那麼那麼深 其實就是說全球的這個產 以前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敞蓋好了 大概大家都會生產 像這個大陸的這個京東方 龍騰光電等等 那時候面板機器正好的時候 大陸也是在做一個搶蓋的 一個這個動作 所以包含了這種這種 他的整個一個供給 我們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在這個電子業 他們都講K K就是一千 都幾KK 幾KK 連三個K好幾K 所以一生產出來的話 是會是相當相 這個產能都是相當之大的 那我們知道電視或是面板 他這個生命週期也蠻長 你看了這個電視 你可能不會說 今年買電視 明年又換一臺電視 所以他不會產生一個Rotate 這種換機的這個 這個很快的這種換機的需求 只要你當買的時候 他可能就idol在那邊 然後過個五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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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所以他都都面臨到一個產能過剩 而且你看到時代廠 他切割的多多多大 這六十寸 切了八片 那如果說切成這個三十二寸 就這一切了這個 這個一個玻璃板 就可能切出了二三十片的這樣 三十二寸的這樣一個 所以他的整個產 問題還是在這個產能 沒辦法做一個有效的一個縮減 所以擔心這個還是有所壓力的 好 我們把握時間 繼續 先來聽聽看 再繼續副總的部分 明天的行情觀察 你的叮嚀是什麼 尤其在我們一開始就特別提到說 今天的外資圈起過多單的話 算是相對又是一個比較大減的情況 包含的自營商也是一樣 之前算是大力加碼 結果這次減少了 外資圈減少一千七百三十五口 而自營商部分減少了一千六百六十六口 接下來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既然外資材質 這個還是多單 雖然說今天小幅的減少 所以他既然算是多單的話 他不會搬石頭砸腳 也就是說他不會把這個行情 做大幅的灌壓 所以多方在籌碼面上 倒是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只是說技術面上來講 我們包含了這個台股的 這個周KD或是月KD 基本上來講都是 可能是相對比較高檔 而且呢 我們所說的這個台股呢 到這個七千七千七千八呢 這個這次的這個買權 未平常最大量 大概就是在這個價位 那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到下禮拜三結算之前 我們認為是說 這個大量的一個集結區呢 他不容易做一個突破 而且從類股結構上來看的話 我們並沒有說看到一個 特定的一個強勢的族群 來做一個帶動 只是說人氣似乎有所回容 我剛剛所說的 小型股活蹦亂跳 那全子股呢 並沒有說很明顯的下跌 但是整體上來看 並沒有說特定一個很強的族群 或真正有一個很強勁的一個族群 來帶動所有類股上漲 好 在我們今天現場三位 都是證券跟期貨雙分析執照了 那麼在想聽聽看 在家豪部分 你怎麼看待這個行情變化 尤其從期貨操作角度來看 下禮拜有準備要這個道具結算 你的觀察呢 以過去大家應該瞭解 因為已經突破七五三六 也就是說突破的時候 代表之前放空的人就怕了 因為已經有在做一個 軋空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現階段只要行情 類似像昨天一樣 我只要一個買盤 跳空的一個三五十點 這個軋空力道就會 源源不竭的出來 但相對的 因為剛好今天凌晨的時候 大家瞭解就是說 QE3對於國際股市的影響 所以說就像今天外資 有調節了一千多 剛好是他昨天買的 但他之前買的更多的是在前一天 跟大前上個禮拜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說就像他今天指示調節 我們明天要觀察一個重點 在說七千五百三十六點 叫做突破 一突破這個過去的前波高點 回來回測 就是要變成一個強力的支撐 如果跌破 那可能又要回到五日線 那就短線可能就容易盤個頭 相對的如果能熟在這個七五三六 那代表說QE3短線是有 也有影響到 但是買盤還是很紮實 可能就有機會延伸到下個禮拜三 台子期結算 九月十九號 拉高到相對的位置來做結算 這是我們的看法 好 凱元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外資圈的部分的話 在今天買超的五十點七億元 上大法院就是同步買超五十九點三億元 你的觀察呢 是的 我認為從今天開始一直到下個禮拜三 基本上七千七百點應該就是過不去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在於 來到目前為止 極短線的一個期貨籌碼的一個部分 其實外資的一個部分 台子期它雖然是多單 但是大家必須去關注到整個電子期 金融期的一個部分 它持續空單再倉 而且同步的把它轉換成所謂大台的一個力道來說 基本上它就是空單 所以來到目前為止 到底是拉高結算對它比較有利 還是壓低或者就處在這個位階 對於它比較有利 基本上還是往下修正的力道 是對於它比較有利的 那如果說我們拉到自營商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大家 剛剛副總也有提到 買權最大位平常量 等於說自營商最大的部位 大概就在七千七百點附近 目前至少都還有七萬口以上的一個大量 集結在那裡 等於是說 如果極速往上進行攀升的話 自營商就會有非常大幅度的 over rose 的一個情況 那麼大家再去思考一下 目前是屬於一個量價背禮的一個結構 也就是說 接下去我認為往上積極突破的一個力道